我對港股2023年的看法 其實是會有機會先高後低 跟著再上回 做得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港股方面來說 藉著內地有機會復償的情況 幫助恆生指數 由14,597點戰穿反彈 要回到20,000點的時候 其實大家知道 恆生指數預測試盈率 其實是去到10.8倍左右 其實10.8倍左右的上升空間 其實還有多少少 恆生指數如果回到旺方面 不完美的市場的時候的環境 估值是可以去到 大概12倍至8倍之間上上落落 12倍方面來說 大概這個不完美的時候 就是什麼時間呢 很多時候都是關於收水的時間 例如2010年到2015年的時候 那些時間因為內地剛剛收水 銀筋比較緊張一點的時候 恆生指數絕大多數時間 就是在8倍至12倍之間上上落落 比較多時間 其實港股本身 恆生指數未來有機會 可能會去到大概22,000點 作為一個目標 這個是短期方面 這一波反彈落的目標 之後股市方面可能會有多些憂慮 或者有多些擔憂在後面會來 例如什麼呢 例如港銀一直倒掛債息 因為其實債息方面 由10年和2年方面來説 組成的債息組合 其實看到倒掛的幅度方面來説 越來越大 其實港銀本身一路確闊到80點之多 過去方面來說 如果是一路持續那麼長 以及個人的幅度方面一路確闊 都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未來方面有機會 經濟出現衰退 以及聯儲局方面來説 早前的加息方面的取態 都是相對比較低的 因為本身鮑威爾 在早前的講話之中 講到其實可能加息的幅度 可能每一次會小一點 由之前0.75點到50點 但是未來方面來説 可能會有更長的時間 以及個人的息口的中值風度 其實可能比市場預期五里 都還要高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對於銀金的抽筋 成本方面那麼高 其實直接會影響到 本身的資金成本 影響到企業的盈利 再加上外圍方面 例如美國那樣為例 其實工資還在持續上升 其實變了來說 這些都會幫助通脹方面 來説添柴添火 所以其實未來方面 通脹可能會繼續在 但是經濟可能會衰退 變成一個有機會在滯脹的環境 這個其實投資者都會相當關注 而香港方面來説 其實亦都有自身問題 例如說了很久 但一直都沒有特別消息 中概股的問題 到底其實會不會需要去除牌 暫時來說都不知道 但是時間值損耗 每天每天都在去 最終其實都是要回 拜登政府方面來説取 到底其實容不容許 中概股在美國繼續上市 還是說一部份可以一部份不行 到時其實我想要摸著石頭過河 第二方面就是企業盈利 剛才提到市盈率的問題 市盈率方面來説 其實現在的預測市盈率 是高於往績市盈率很多的 大概三成左右的幅度 為何差那麼遠呢 其實沒有其他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大家預期 未來方面來説 企業盈利會倒退 而企業盈利方面倒退的時候 變成股值就 無形中就扯高了 所以這點亦都是 投資者相當關注的一個問題 而外衛方面都是外圍者的問題 再加上地緣政治方面來説 中美的關係 一直在不斷競爭 烏克蘭和俄羅斯方面來説的戰爭 會不會回到春天的時候再打歌呢 冬天的時候暫時停停了 叫做優戰下 但其實整裝待發的時候 會不會再重新 再有戰爭呢 這也是關注 再加上 歐洲那邊的經濟環境 比美國更加要差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他們的能源成本貴 很多企業方面來説 營運基本比較困難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恒生指數在2023年方面來説 高原 剛才提到達22,000點 接著下降時 最壞打算要看一看 有沒有系統性風險發生 簡單來說就是 在信貸緊縮方面的問題 信貸緊縮的問題 例如說會不會有銀行方面需要倒閉 近來其實市場方面相當關注 第二次就關注了很多年 但是它的股價就橫行為主 其實大家都不是擔心得那麼緊要 反而最大的影響 最大的擔心 最大的關注的話 可能是瑞信方面來説 未來的前景問題 如果是引發到的話 恒生指數的估值方面來説 可能有機會延續著前方來説的紅市 那樣就不是做第二隻腳 因為第二隻腳應該是比第一隻腳高一點 但是反過來我們會擔心 可能會不會其實出現這些信貸危機的時候 可能會甚至乎再低於14,597 最壞打算 其實如果恒生指數回到雷曼的時間的估值 或者例如亞洲金融風暴的估值的話 其實有機會可以去到13,000點 但是當然我們希望我們看錯 如果真的可以回到 例如早前14,597 真的拿到底的話 其實這件是一件好事 不過但是始終靠近到15,000點 其實距離的低位都不是差很遠 所以變成投資者方面 如果真的作為中長線的投資的話 可以其實在低位的時候親低吸納 本身來說都是一件好好的做法 但是去到年尾的時候 要看一看到底其實真的會不會好像市場預期一樣 下半年可能貨幣政策會放鬆一點 不加息我會有一個這樣的預期 但是不加息不代表會減息 如果真的可以減到息就會最好 如果減到息的話 息口稍微回落一點 其實就變了來說 對於整體市況方面 都可能會有一個炒作作用 如果真的減息 可能重新有一波炒作 恆生指數可能會去到高位的時候推進 但是反過來 如果沒有的話 就比較需要小心 顧及補充多一句 就連中的時候留意 會不會有些國安述態危機方面的問題出現 因為資金成本這麼高 始終對於企業方面的壓力 經營壓力 銀行方面來說 融資成本 其實銀行就應該相對少一些 因為它發放出去 但是因為企業方面的融資成本貴了 可能會有些壞漲多了 這些都要留意住 所以其實未來方面 都要摸著石頭過河 多變數 其實2023年也是 板塊方面來說 在本身2023年 其實年初的時候 當然有一個軍績回歸的效應 因為內地方面來說 做了很多的財政政策 去刺激經濟 接著在疫情方面 又有一個放寬的環境 清零政策有一個放寬的環境 變相地來說 很多板塊方面 股價跌得太殘太多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比較好少的反彈 很簡單 其實那間重新再放寬的時候 食肆、戲院、商場 又或者那間航空 甚至酒店、蕭閒、博彩等等 其實都會國安受惠 所以這些板塊 就在年初的時候 應該大家可以關注多一點 主要原因是放寬清零政策 會有一個大動作用 但隨著去到高一點水平 例如恆生指數 去到22,000點左右 阻力開始慢慢出來 還有當放寬清零政策之後 市場會觀望 到底民眾的消費環境 消費的醫療方面 到底大不大 企業盈利方面 是否真的由跌轉升 這件事也會看著 本身來說 會否再加上 疫情方面 有沒有一個反彈 因為如果疫情反彈 如果反彈 中央可能會再收緊的話 也會有關注點 所以幾項因素方面 夾雜在這裡 炒完年初的時候 年尾的時候 可能這些內需股 可能都有影響 除了內需股之外 年初的時候 也可以炒科網股 因為科網股 之前經歷了2021年 前期方面來說 擠牙高息的規管之後 2022年亦都掉了很多 去到10月的時候 大家開始反彈 但距離高位 其實依然還是很遠 當然短期方面 可以回到歷史高位的話 我覺得機會就非常微 但反過來 有一個反彈 這些合情合理 例如好像騰訊 我相信 如果在2023年 稍為高一點水平 上400元 這些都不奇怪 例如好像美團為例 如果南非大股東 Nexper方面 在騰訊手上 拿回貨的時候 再派出去 派出去 賣完之後 如果去到高一點水平 例如好像200至250元 在2023年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不過大家首先要記住 可能要捱了 Nexper方面 拋貨的滿棍 這個大概 其實第一季尾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 這時候留意 阿里巴巴方面來說 亦都會 留意美國方面 中概股的因素 暫時來說 聽美國審計員的口風 似乎阿里巴巴 應該可以留下的機會 會比較大 但當然也要關注 會否真的留不低 或是其他 留不低影響到他 因為其實如果很多 在美國方面要撤離 反過來 他們回來 應該都是香港 是他們首選的地方 如果真的回來香港的時候 可能會將這些科技股 的估值方面 有機會攤薄 所以這個 大家投資也要留意 未來方面 這個消息的變化 再加上 如果資金成本方面 一直上升的話 對科技股也有壓力 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 對科技股 年頭是可以炒的 年中方面要看通脹 和貨幣政策 才會否繼續抽緊 如果繼續抽緊 對他們也有壓力 再加上他們的盈利增長 可否由之前的跌 轉回到2023年 好像市場預期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我覺得要反彈兩成才比較合格 否則市場都會有些保留 這就是上半年方面的部署 內需 科技股 甚至是博彩股 豪賭股 都可以保留 年中的時候 開始作為一個整股 我想又是防守股 出現的比較好的時機 出現時機方面 例如高息的 都會出現比較明顯反彈的雪機 例如中指電訊股 市場方面可能會再關注 接著本身的銀行股 看看會否有些高息的銀行股 如果內地方面 例如內房方面的懷賬問題 可以解決的時候 看看股值方面 可否有均值回歸的效果 因為他們的息率方面 現階段都去到8厘、9厘、10厘 其實對投資者來說 都是很吸引的 這個大家可以考慮 但反而還要留意當時 到底經濟狀況是否可以 會否有一個復甦 或是國安起碼不復甦 都不會再差下去 因為其實銀行作為百業之母 如果在內房方面 問題解決不了 繼續差下去 繼續要拖欠債務的時候 會對他們來說 有一個比較負面的影響 而反而 其實國安本身 2022年炒得很好的能源雇 可能都要留意經濟狀況 行不行 如果經濟狀況是可以的 其實國安衰退 不是如預期那麼嚴重 其實國安那邊來說 都可以雜幅還行到 例如中海有那些 應該9.5至9元 應該支持力度比較強 因為它的股息率比較高 而反而如果是在高一點的位置 例如十個半樓上 可能阻力又會出現 大家適宜只是炒波幅 其實都一年可以走幾轉 這也是一個挺好炒的投資工具 而當然煤炭方面來說 就要看經濟 如果經濟環境真的好過預期 它們煤炭股才能做得好一點 否則都未必那麼快 可以見到底 這些都是投資者可以參考一下的工具 而酒店、蕭閒等 連中方面來說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 因為如果疫情方面 沒有一個大幅轉壞的話 其實它們慢慢重拾動力的話 其實都會對它們有好處 航空股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其實如果油價沒那麼高的時候 航空股的資金成本都會相對稍為好一點 不過都要留意著美元走勢 因為其實航空公司很多時 其實買了一些飛機 那些其實賣單的時候要用美元 甚至乎買航油 即航空燃油 其實都要用美元 不過其實未來方面留意一下 中國和沙特阿拉伯 或者中東國家的關係 其實在2022年年尾的時候 習近平主席訪問沙特 都受到超高規格的待遇 高規格待遇的時候 會不會等於對油方面的供應 會比較充足一點 如果將來的航空股 可以用人民幣去買油的時候 其實對它們來說都是一個好處 這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